基于我们这几年的观察 他们最喜欢的也就是原住民的文化 部落的文化 部落族人表示 越来越多民众喜欢到部落旅游踏青 喜欢的就是原住民独有的文化气息 三位实践大学的学生 因为从小就在外面读书 很少接触到原住民的事物 借着今年寒假特别长 相约到其中一位布农族同学的部落里 去体验当地的文化 读书都一直在外面 就一直很靠近都市 然后现在都不知道部落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想说趁这个机会 回来学习认识一下部落 就是来跟部落学习 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 在大学所学习的一些东西知识 能够就是趁寒假这期间 能够带回这些知识来到部落 然后让部落也能够了解一些年轻人的想法 三位大学生想要了解部落 就借着寒假相约到新一乡来趟体验之旅 除了听竹人讲述部落的文化故事外 他们也动手学习过去从来不曾接触的工作 而他们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与部落接轨 为将来回到部落做好准备 过去有没有操作这些工具的经验 过去都没有操作过 今天老师教你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应该是就是把当初这是学习 就是以后搞不好自己坐家里 也可以用一些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 那个木头去做家具这样 部落的营造很缺乏的就是一个行动力 那这个行动力往往要去落在年轻人身上 我会建议他们回到部落 部落的发展是很无限的 未来尤其是在休闲观光这个区块 我们部落绝对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 部落需要年轻的生命力注入 三位大学生趁着寒假来到部落学习文化 提早了解部落的需求 希望将来学有所成之后 能回到部落寻找发展的机会 记者No 南投心意 采访报导